各位看官 这回书咱们要讲的是 一个布满包办婚姻 毅然从老家逃婚 来到京城的奇女子 是日 列阳当空 春风得意 马蹄急 这马车上啊 坐着一位书生 乃京城人士 名叫 唐飞龙 这唐飞龙啊 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你可知 莫金月明 此人名叫韩灵音 擅长讲故事 是京城里最火的说书先生 他的唐飞龙爱情故事系列 最得姑娘们的欢心 而他口中的唐飞龙 也并不是虚构能物 是唐飞龙 而是 真的吗 身骑白马的这位 快快快 翩翩公子 快快快 快 姐 你慢点 人们到永远 您从 唐飞龙 别想眼睛 我对你是如此如此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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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醉隔女子喜欢 二位公子 想喝点什么 给我家公子来壶新茶 去吧 是 二位公子稍等你喝 这京城的茶馆都陪你走遍了 您老这爱听说书的毛病 什么时候也改改呢 听说最近的说书先生 他醉火爆了 不听可惜吗 火爆能有你火爆 这为了一堵螳螂的风采 这各地的女子络绎不绝的 你说谁是螳螂呢 现在这些女子甚是凡人 又是哪位女子 伤了你老的心啊 就是前日 有一女子直接落到了我的马上 我看啊 这是天赐良缘 这才是才子佳人的开场吧 嗯 开始了 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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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说到 这唐飞龙痛失了小莲 还被父亲派到汉林院去应付 唐飞龙 谁知行之半道 突然从天而降一女子 这不跟你刚刚说的一样吗 别碰我 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当然是唐飞龙啊 这唐飞龙紧紧地抱住了他 策马而去 竟把你说得如此难看 小莲娇羞地依偎在唐飞龙怀里 紧张得不敢看心上人的脸 大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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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这唐飞龙 可是唐天远 懂不懂规矩啊 我这说书呢 就算要打岔 也要先给钱 那你是承认了 我才不跟你讲 干嘛呢 是谁呀 是谁呀 来 我继续给大家讲啊 这是呢 唐飞龙紧紧地抱住了小莲 太快了 这眼对眼 鼻对鼻的 月色正好 气氛正浓 以后别再说唐飞龙了 为什么 掌柜的 有人闹事 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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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一派无言 侮辱了观众的耳朵 我可是亲眼所见 紧紧抱着也是你亲眼所见吗 我不能揣测吗 什么狗屁揣测 给我下来 我不 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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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想听就走 没人让你听 掌柜 好 掌柜 谁啊 健壮 就顺势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可就在这个时候 唐飞龙的注意力 却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各位怕是要问 这唐飞龙怕不是柳夏慧吧 是个姑娘 不行啊 不行啊 其实不是 是她发现了小莲 发现了小莲她 什么呀 什么呀 怎么有点什么呀 什么呀 她发现了小莲 没有双腿 是个姑娘 什么鞋子 糟了 怎么忘记换鞋子了 我还没讲完呢 别走啊 咪咪 别再说了 客人都跑了 你下来 快下来 女扮男装 有创意啊 想不到这先生就是个女的 大人 走吧 公子 那个说书先生 已经辞退了 走了 好 掌柜的 行行行行 我可以免费讲两天 不用 不需要不需要 为什么呀 我还没有事呢 为什么直接拒绝我 小哥 不 姑娘 你的事全京城都知道了 没人收女说书先生 您哪 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姑娘嫁的 好好回家 找个好人家嫁了 别整人抛头露面的 姐 别理他 走 好不容易有个舒坦窝 现在又要搬出去 姐 要我说 你就安心在客栈里待着 我出去多做两份活 养得起你 我是姐姐 怎么能让你养我呢 好想吃你养给我做的月饼 我也是 我知道去哪儿了 同龄 同龄 就是娘出生的地方 出生的地方 嗯 那儿的物价肯定比这儿便宜 可是姐 你这不是还没跟唐天远 说上话吗 当然是生计要紧啊 虽然这一次没能看清她的容貌 但是能跟她同乘一匹马 也算知足了 那天她从大街上经过 那么多女孩子围着喊她的名字 我就想站得高一点 好让她注意到 可是没想到 丢死人了 害得我根本没有看清她的理 不过 我可是跟唐天远 共乘过一匹马的人了 我才不要回济南架给那个猪大村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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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她确实是跟人跑了呀 跟人跑和自己跑那是不一样的 我娘子我会自己找回来的 你给我闭嘴 公子 行李都收拾好了 可以上肚子 天涯海角都有找到我娘子 才把桑姐那个老骗子的钱要回来 出发 好 这就是娘的老家呀 对啊 小时候经常听娘说起啊 这儿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月饼 去找 娘怎么没跟我说过啊 那个时候还没你呢 哎 就这家 老板我要两块月饼 来 啊 卖书了卖书了 杂谈快智传奇画本 应有妾有嘞 哎 老婆你这儿都有什么书啊 谁看书啊 都是找点那个轻松的画本子 行个乐子 霸道王爷爱上娇蛮厨娘 一夜风流 这个啊 点到为止 合理合法 姑娘 来一把吧 嗯 等我有钱了 把你这儿都买下来 哎 谢姑娘 姑娘慢走啊 嗯 卖书了卖书了 姐 我们这次出来 一共带了十两银子 等一会儿啊 我去找个小屋 两个月的租金 就算是五两 剩下五两 我们省点花 应该还能还两个月 我们要是能在交房租之前找到事做 也算卖出第一步 可是这地方做事的工钱 比京城少多了 我们做什么好啊 不让女子抛头露面 那我就写画本子吧 这样就没人知道我是男是女 画本子 我们写什么呀 写 就写唐天远 唐天远 唐天远可是万千少女的梦 我们在京城她的原型 说了几天故事而已 就赚了那么多银两 她可是我们的摇钱树 可是你直接用她的名字 不怕招惹是非啊 这名字自然是要换的 对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在京城的时候说书用的名字 唐飞龙 只要我不出面 谁知道我是男是女啊 对吧 姐 吃月饼 就两块还是你吃吧 小飞龙去哪风流了 人家想你想你可紧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叫我小飞龙 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叫 现在啊全京城都知道 你啊就是小飞龙 你说你堂堂一个武将军 天天看这些小画本 这些贤书 成何体统啊 现在这个写唐飞龙的画本 可是火得不得了 我啊也是花重金买来的 那个说书的女子 可是给你惹了大麻烦 本来呢 以为唐飞龙这事 新人这儿就过了 没想到 竟然被这个叫 妙妙生的画本的作家 找到了灵感 现在啊 人人都知道 这唐飞龙呢 就是唐天远 您这县令 恐怕是不好当喽 县令 什么县令啊 跪下接纸 制约 朝中三品官员 汉林苑巡氏唐天远 化名唐飞龙 任佟龙县令 兼钦差官吏 亲授帝命 承治贪官 浮宽百姓 特命武传言郑绍峰 化身佟龙捕头 协同办案 即日起上任 彻查 桑节私采黄金一案 巡回黄金 以政天下公允 特受钦差紫金官印 必要时可亮明身份 以钦差之名 调配附属州府官吏军队 钦此 臣 遵旨 惊不惊喜 易不意歪啊 你们俩下去吧 是 桑节倒采黄金之后 在回京的路上遭人刺杀 这里面肯定有幕后黑手 那你说这个事跟那个江老头 有没有关系 尚未可知 我们得到了那儿调查一番才知道 要我说 这陛下 还真是跟我们一同长大的好兄弟 什么活死得快 就让我们干什么活 其实皇上跟我们一样 尚且年轻 他也深知 宫中不是所有人都可信 在这种特殊的时候 我们两个不帮他 谁帮他呀 不过陛下对你是极好的 派我跟着你 堂堂武状元 给你当捕头 你这面子可大了去了 你知不知道 头脑简单的人 更容易取得对方的信任 你 你且得意着吧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什么意思 你还不知道呢 这妙妙生的书社呀 就在同龄 无良作者 护衣烂尾 贪财无耻 辜负读者 到底是谁干的 天天来恶心我 大概是哪个混东西 不满这画板的结局 天天变着番来闹 昨日扔的臭鸡蛋 前日砸的烂水果 那明日是不是要破份了 都这样了你们还能抓人 专业是不坏的事 我们怎么会啊 是啊 而且好歹是你的忠实读者 我们想着 他应该是一时奋起 不理他 过几天可能就好了 把自己的不满 发泄到别人身上 这种人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让他知道什么叫教诲 他平日都什么时候来 移住香的功夫 好 收拾 小川 你撕这边 小芳啊 你撕那边 把这儿都撕下来 嗯 再这么下去 咱们岂不是要灰溜溜的 回济南了 读者们也太容易洗心研究了 霸道掌柜 腹黑王爷 多情秀才 能写得我都写了 姐 近来同龄也不太平 桑大人也死了 眼下陷牙无人管辖 什么投机摸狗的人都有 人心惶惶 大家哪儿还有心思 看我们写的画本子 这个桑杰在同龄嚣张跋扈的 居然还敢私踩金矿 死了也不足心 不过 他倒是个难得的好题材 京城 你说我要不要转型写 断案的画本子 姐 我说过多少次了 官家的事我们也不清楚 怎么写啊 说到身前别有路嘛 眼前的房租可不等人 我可以先写个前传 信信读者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这个人不是有路吗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你也不想写个前传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小刀 放到你了 再来 再来 小刀 这画本子太有意思了 回头给你看 嗯 睡着了 这 谁啊 新来的县令 新来的县 新来的县令 新来的县令 多洗点 这 这 炸好了 炸好了 走 坐 这县衙就你们几个呀 是的 小的是丛顺 这是赵小六 这是李大王 对 大人 叫我大王就好 师爷呢 县城呢 嗯 你们好 我叫唐飞龙 有这么好笑吗 大人 您这名 我这名不好 嗯 好 好 就是 好到都家喻户晓了 哎 我这才刚刚上任 怎么就都知道了呢 嗯 其实 也算都知道 也算 不都知道 那到底是知不知道啊 大人 我们知道的 是另外一个唐飞龙 哎 妙妙生画本里的唐飞龙 对 嘿 那个唐飞龙 进贼窝 打土匪 上天入地 只为谈恋爱 瞎说什么呢 那叫屡屡报德 美人归 对 美人归 那他跟本官崇明 是巧合吗 嗯 大人 这说明 您与佟龙 有缘哪 哈哈 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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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接下来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交给你们去做 大人请讲 大扫除 啊 啊 都乱成什么样子 你看看 你看看 快 动起来 动起来 来来来 动起来 动起来 大扫除啊 哦 这妙妙生的书舍在什么位置啊 泼你一盆水是给你面子 再来招任我给你好看 我 你们店的欢迎方式 还真是特别啊 不愧是妙妙生了地盘 她人呢 干嘛告诉你啊 你干嘛 光天花儿之下耍流氓啊你 把手拿开 不拿 放开 不放 你干嘛呀 你干嘛 你干嘛 没有双腿 冤家 是你 你你你什么你 清晨 快把这闹射的胸牙吧 姐 不是这个人 啊 不是这个人 不是这个人 那 啊 公子 哎 不好意思啊 浪费了小庄刚给我准备的洗脚水 什什 什 什么水 公子别怕 我去给你拿衣服啊 看什么啊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想多了吧 初来跪地 我还没这工夫认识你 哦 刚才对不住啊公子 今日消费一律八折 请喝 苗苗生在哪儿 我是管事儿的 你找苗先生有何贵干 哦 我看了他写的画本 觉得还不错 想要跟他见一遍 多谢公子抬举 但是苗先生不在书上 那 那 小邝小庄啊 快拿书来 唐飞龙觅文 唐飞龙外传 唐飞龙的画本子 全部拿来 快 拿书干什么 我说我要见他一面 苗先生现在真的不在书上 要不 您明年再来 我听闻京城 有一位名震四方的说书先生 说的是唐天远的故事 但是化名唐飞龙 既然你是这管事的 我就想求证一件事 这妙妙生跟这说书先生 有何干系 还是说 他们俩本就是一个人 怎么会呢 肯定是妙先生听了书书先生的故事 才有灵感呢 也就是说 妙先生去过京城 那你可知 妙先生要写一部断案集 原来你是来打探画本内容的 我只想问你一句 他是本来就知道这些案件的内容吗 还是一顿胡编乱造啊 找茬的是吧 这唐天远跟你何仇何愿 你为何要如此杜撰人家 佟龄这么小的林子 居然还有你这种老鸟 唐天远的仰慕者 居然还有男子 我就是想知道 什么样的人能写出如此银词厌曲 银词厌曲 妙先生招你惹你了 喝你个茶 时间不早了 麻烦你给妙先生带句话 华众取宠 胡说八道 是要付出代价的 威胁谁呢你 公子 这是您换洗的衣服 谢谢啊 钱还没付呢 一杯二两 两杯四两 有钱 来 回来了 听说你去找给你刺名的大师了 妙妙生我倒是没见着 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 京城那个说书的姑娘 那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你正拿着什么 估计是遭孽缘吧 唐飞龙命 妙妙生的事情呢 我自有解决办法 现在我们俩得忙个正事 你去把桑杰的卷宗拿过来 咱们两个分析分析 我一借武夫只管耍刀弄剑的 看字我就头疼 以后当着手下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总顺 小子在 明日张宝 本官要招师爷 是 对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太臭了太臭了 嗯 又是他 这么大一罗纸啊 你说你何苦自己背回来啊 这什么 招贤榜 啊 天助我眼 这 县衙招师爷 对啊 当即上任 迹想十八个月的凤罗 十八个月的耶 而且我还可以去县衙搜集官场秘密当素材 看衙门里到底是如何办 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写端案的画本子了 你说我是不是不去 说不过气啊 不行 县衙这种地方哪是女孩能待的 哎呀清晨 咱们要一直困在同龄吗 你一点都不想去京城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哪儿 我只知道姐姐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你去京城 不过是为了见唐天远而已 你为了见她 冒这么大的风险 值得冒 不管她记不记得我 我至少要堂堂正正站在她面前跟她说一声谢谢 大人 用我吧 大人 我苦练金钟赵二十年 金刚不坏 大人 用我吧 识字 我 我会学 大人 我做不成师爷 做捕快也行啊 你让我做捕头吧 给我滚 她想抢我持位 给我滚 大人 你不会不要我吧 你不会不要我吧 下一个 大人 在下 统领小子 绿尧灯 小六啊 快点把这位大爷送回家吧 再请一位好一点的郎钟给她瞧瞧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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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您就走吧 走走走走 下一个 大人 没有了 没了 谁说没了 我也报名了 为什么不帮我通报呀 是不是昨天被我破了一声 洗浇水的人吗 她居然是县令 真够倒霉的 这女子报名 成何地统 快出去 女子怎么了 来都来了 大人出题吧 怎么又是你啊 不就是 昨天泼了你一盆水吗 大人 您大人有大量 就不要跟我小女子计较了呗 这书舍是你的地界 但是这县衙是我的地界 你自然可以来应聘师爷 但是 你每向前走一步 就是一两银子 从事啊 给它记好了 得罪谁呢 也不能躲在咱们大人 姑娘 你呀 别自取歧辱了 回去吧 要是付不起这个钱 就抓紧时间回家吧 等等 我不是手啊 这是一个女子的 这是一个女子的 我不是手啊 他那他这是一个女子的 一个女子的 这是一个女子的 这是一个女子的 衣服的 本姑娘很潇洒 很潇洒 准备一伤 随时为不思访 有心他先快带我回来盛唐 走路子的风啊 大人 我这脚没粘地 血也没粘地 就不算违背了你的意思 你也罚不得我 没错 但是我还是不会找你做失业 你堂堂大人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是你自己张贴告示 说要公开选拔失业的 请连硬屁你连争选的机会都不给我 民啊 这叫做失信于民 如此做法 百姓如何幸福 言之有理 拿旨来 诗让我即刻上任 考诗 叶公子高昊龙 勾一泄龙 曹一泄龙 巫氏雕文一泄龙 于是天龙闻而下之 窥透于有 诗尾于堂 叶公子高昊龙 勾一泄龙 叶公见之 弃而选走 拾其魂魄 五色五主 是叶公 非昊龙也 昊夫 四龙儿 非龙折影 大人我记完了 请大人检阅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是字吗 叶公子高昊龙 勾一泄龙 凿一泄龙 巫氏雕文一泄龙 于是天龙闻而下之 窥头欲有 诗尾于堂 不错哦 这是我独创的素技方法 照本宣科费时费力 素技自然是得主词分明 你说是不是啊 大人 这诗文断字只是基本中的基本 接下来呢 本官就看看 你的脑子到底跟不跟得上 出题吧 唐大人在堂上审案 三个嫌疑犯 张三 李四 赵武 当他审问张三的时候 忽然有一声惊雷出现 大家都没有听清 张三说了什么 这个时候 唐大人就问了 说张三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李四说 张三并没有承认自己 有任何过错 他是没有嫌疑的 赵武说 嫌疑犯就是张三 他自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那么请问 这三个人当中 到底谁是嫌犯啊 我知道 罪犯是 张三 是李四 错 是赵武 雷生虽然盖过了张三的话 但张三说的话无外乎两种 一 一 他承认自己是罪犯 那李四没有道理去帮他隐瞒 所以张三一定是否认了自己是罪犯 那李四肯定是如实转述他的话 这个赵武就不一样了 他一口咬定张三 说谎之人定是罪犯 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真是一群猪队 还不如个姑娘 大人 怎么样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合适上任 明日吧 你说到一言为定 一年十八个月的风度不要抵赖 试用期三日如有差池立马古代 是 告辞 师爷 请 明天要么等我 没问题 走 厉害厉害 谢谢 来者不善 三日如有 一夜春风 他江湖 愿不负 浪迹 天涯 只思念百度 百度 百度 都不尽 这归途 人寒水 写孤舟一夜如沐 一纵连马 风尘何处 何处看尽 心之云有数 古道般斜阳 问情 祝贺日复 爱之乌鸦 伤能醉饮一壶 却依乌鸦 走一首惊弧 一场好梦少年忧 如当年 主要饮中 抚念已久 何人险月下口 半山柴门开 旧心故远中 一树梦花 今雨后更朦胧 孤颤灯火 银翅窗不朽 不朽修不清 这春后 沾苦疼 听海雅匆匆难受 乃静西雨 奉参 至已无恙 总一首金箍 一场好梦少年幽 独当年 主要饮酒 赴年依旧 何愿愁也下口 翻山柴门开 旧行故远中 听风 梨花般酒醉 有一种